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到了科学回忆录的时间 这次科学回忆录选择了一个题目 我觉得跟我认为很震撼的电影 内容挺有关的 跟一些马亚文明的历史 有一些最新的基因考古的认识 我们知道了 但正式讨论基因考古之前 也讨论一些小故事 我不知道各位观众有没有留意到 画面上显示的图是来自哪一部电影 那部电影我上画的时候 我就不懂得去看 虽然当时自己身处海外 但原来这部电影这么迷得 这么收得 自己不知道 到后来有机会 自己忘了去哪里看 发现其实是很震撼 很好看 这部电影是由Male Gibson导演的 这部电影叫阿波卡列图 这部电影 他的故事背景 就是说到 哥伦布的欧洲文明 还没有去接触美洲大陆的时候 那些本土的马眼文明 他们那里的恩怨情仇故事 就是由男主角 他本身的部落 如何和第二个部落冲突 被俘虏 逃生的过程 最后那部电影 就以两派的人都见到 有架葡萄牙战船 就靠近来 就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 故事本身很紧臭 一个追捕的故事 反击的故事 而另外就是说 在电影里 就尽量想呈现 我们对马亚文明的认识 其中一些叫做活人献祭 如何将那些俘虏 活活地扎心出来 去献祭 对于那种血声暴力的画面 电影就毫不掩饰 去呈现出来 尤其是对于那些打架 冲突 那些血声场面 就很震撼 所以电影本身 对我来说 就算有时再播放 我自己也忍不住去看下去 当然 电影归电影 那里面呈现到 那种南美洲文明 很多时候 我自己认识都不是很仔细 基本上都是说 从中美洲到南美洲北部的一带 那些文明 后来我们就说 欧洲人来到 就把很多的土著都杀害了 那是不是已经绝肿 没有了 或者已经混了肿 呢 那这个其实今时今 可以由基因 去给回答案 而其中有几个比较出名的 都是属于叫做 叫做 马亚文明 流下来的遗迹 就散落了 甚至去到墨西哥的地方 那有一个地方 我还曾经 也有十几年前 也有去过 有一个叫Cuzumel 那也是 马亚文明 其中很重要的基地 那个叫Yucatan Peninsula 尤卡坦半岛 那里 就是在那一带 所以一去 你看马亚文明 除了你看 什么秘鲁 Machu Picchu 那些之外 另外一些 也很重要的遗迹 可以在墨西哥 尤卡坦半岛 那里 也有一堆 其他一些 我自己也不熟 譬如像Berlis 伯利茲 这些地方 也有听到不少 你可以想像到 当年 由那堆马亚文明 那些 我不可以说 它是一个整体的帝国 或者总之 那一带的文明 那些部落流下来的遗迹 我发现 今时今日 还可以去考证得到 那究竟 他们本身的风俗习惯 冲突 和农耕 文明的程度 大约是如何 很多时候 就是 由于文字流下来的东西 不是太多 那我们很多时候 看到 马亚的年历 接着就说了很多故事 但会不会有一个 很延绵的 很长进 像我们在欧雁文明 看到那种 比较长进式 记载的文明 在晚雁文明 相对 就暂时 发现 没有那么多 有的也越来越丰富 文明程度 说低也不低 主要的粮食 我们很清楚 以这个粟米 肉熟鼠 作为主要的粮食 而且是比较高贵的阶层 就会更加容易接触得到 另外很多时候 风俗习惯 我们就要回到 比如冒状 那里去看到 就说回故事 就是昨天故事说到 很多时候 这个马亚文明 就说到 用这些活体人 去献祭这件事 似乎就不是一个 有任何意义的地方 因为在西班牙人 葡萄牙人 去登陆美洲大陆的时候 就已经在 比如伯利兹那些 马亚维跡那里 就找到一些 这样的鞋骨 就知道 就是由这些献祭流下来的骨 那些骨 有时就会打碎了 另外我们看到 在南美洲的其他地方 有些就会弄成 木乃伊 有人都会认为 跟那些献祭有关 而且有时 包出来的骨头的形状 有时 骨头骨就捏得 特别长 甚至乎有人怀疑 是不是外星人 不明那些 但是 你一旦由残余基因的分析 你就知道 是人的基因 你就没什么好拗 其实就 说回这次的发现 这个发现的故事 直接刊登到自然其刊 因为他给出来的讯息 都颠覆我们过往的认识 如果有看过 阿波卡涅图这部电影的朋友 你会记得 就是 其中一个 拿来做献祭 就是拿战夫 因为 那个剧里面的男主角 他就是说 在那个 部落被侵略 自己被俘虏 于是 就拿去 上去 马亚那座塔 祭天 还要摆在桌上 然后 拿着那把刀 就硬 就像我现在头壳顶上的图 就活体地 将那个心摘出来 就去献祭 很多时候 献祭的作用 大家都会联想到 就是 祭得天 祈求封调与顺 很多时候 那些 因为献祭 牺牲者 流下来的遗迹 那些 都大约可以 由定年来看到 那些周期的习惯 是跟每年 耕种的习惯 有关 就是 可以想象到 就是为了祈求 那一年 封调与顺 笼作物修成好 就要拿 人 来祭天 当然 这件事 你说 很多时候 古文明很容易 就是有这些 如果你说中华文明 你去到这个 就是说 商朝或以前的时候 一样是有 这些活人献祭 甚至陪葬的 这些这样的习惯 但是 随着这个文明 程度越来越高 你发现这些东西 就慢慢 退去 出来 那在那个 马亚文明那里 譬如说 在今次找到的 这个位子 就不是说 在秘鲁那边 不是在巴利子那边 就是说 是墨西哥的 尤卡坦半岛的那边 那边 他找到的这个位子 他的名字 叫 Chichen Issa 我读得多数就不错了 这个位子 除了有 他那个 马亚式的金字塔之外 也找到一两个 那些冒状 是和那些献祭 就是牺牲者 有关的那些冒状 那里找到 六十多个 那些 那些 鞋骨 而且 那部分 就是可以 拿到DNA 出来去化验 那些 法国 由炭十四的定年 那里 就定到 大约 这个 武藏 用的期间 都用得多久 是去到公元六百年 至公元一千一百年 左右 有这个时间 你可以想像一下 大约就是 中国的唐朝 跨到宋朝 这个时间 唐朝五代十国宋朝 这段时间 对于中华文明来说 就是唐宋鼎盛的时期 但是在马亚文明来说 他当时以这个部落来说 都非常鼎盛 但是他们其中一个 就有很活跃的 活体制治的活动 遗迹就流到 今时今日 看到 他发觉 通常都喜欢 把这些鞋骨 放在一个山洞里面 而且很多时候 就是支离破碎 散散 现在这里 画面上 展示到的图 就是自然期刊 也有夹了 这个地图 就说 当时的遗址 究竟是 金字塔 和墓葬 大约在哪里 整个地方 就显示了出来 地理上 会在哪里去找呢 就由Google Map 给大家看看 这个都算是一个 很重要的 这个Chichen Issa 都是一个很大的 马亚文明 流下来的位置 就是由 它有那座 马亚式金字塔 是其中之一 另外 的确是由 冒月里面 这个图 是由National Geographic 去拍摄的 就是在那些洞月里面 他们的头骨 就是散落 这样 都说得不好听 好像乱撞缸 那样 散落 但是对于 这个考古的人士来说 这就有很丰富的 资讯可以获得出来 刚才有提到 电影那里 他就说 那个 祭献很多时候 拿战虎 拿敌人来 去祭献 至少在这个图上 找到的 这个冒状 看到 那六十几个鞋骨 全部是小孩子 而且 我们过往以为 有男有女 有老有少 原来不是乱来的 原来全部都是 年轻的男孩子 年龄层 大部分是三至六岁左右 也有些去到九岁十岁的 也有 所以基本上 没有人去到青春期 那些男孩子 没有一个 有发育的机会 就已经被犧牲献制 这就是其中一个 由基因那里 很容易去断定了 他是男还是女 和他的年龄 是多大 而且由骨头 你也可以看到 过往我们知道 会不会是用敌人来做献制 这件事 可能又要去 改一改 这个论述 而且我发现 那个献制 是以每年为周期 而且有一些特征 就是 他有个选择 也挺特别的 我们都知道 周围都见到 有不少见不足 有人会生妈胎 龙凤胎 这些东西 当然 他特别是选择男子的时候 也发现 他特别喜欢找妈胎 这就很有趣了 由基因比对 你会发现 他那里的妈胎的比例 和近亲 通常是亲戚 可能是某几个家庭出来的 男丁 特别是拿来做献制 当然 就未必是完全是同一个家庭 因为同一个家庭 都不会生得那么多 也都可能 可能是不会把他们的种子 令到他们绝肿 很多时候 可能在那个阶层里 那个群体 就要生个男兵 可能是一个 大家族的关系 总是轮流 就要找献一个 来做献制 这里就可以 由那些男童的基因 就可以看得出 他那些献制的一些习惯 而且很有趣 就是他那个 就是妈胎的比例特别高了 那这个就可能 大家就联想到 会不会就是觉得 先前 在一个妈胎面 选择了一个 献制出来的效果 那年特别风调雨顺 上天特别喜欢 于是乎 到下一年 就稳固起见 妈胎的另一个 大妈献制 就到小妈 会不会是这样呢 这个就 由这里 大家就多了一些 这样的猜想 所以 这些这样的基因 给出来的线索 客观地对于 我们去认识 这个文明 是怎样做到的 现制习惯 有一些更多的认识 有一个更加有趣的资讯 就是什么呢 而且 不单止是拿到 这些犧牲者的基因 而且 在那个现场 周围的地区 也都拿了很多 当地人 今天当地土著的 那些基因 来做比对 就发觉 原来周围的土著 他们可以考证到 这一枝 原本已经不再 兴盛的 马眼文明 其中一个部落 是没有绝种的 他们依然有后人 由基因比对 继续散居 在周围的地大 只不过他们的文明 在公元1100年之后 不再兴盛了 而不再兴盛的原因 就考证到 也是因为农作物失收 就是那个 粟米的种植 也都没有那么好 这个究竟 归咎于气候原因 还是怎样 也不知道 但是 他的文明不轻盛 也都不代表 那些人 就是 他的资源 没有那么丰富 但是在有限资源之下 也都有他们的血脈 他们的后人 就继续流传了 甚至乎 也都看到 今时今日的这代 在当地住的 那些马亚土住 是他们累积到一些 在基因层面 累积到一些特征 很特别 就是说 他们是会有一种 特别抗免 某些沙门氏菌 去到基因层面 就令到他们 特别能够抵抗到 一些食物中毒 而那种的沙门氏菌 由历史上 考证到 我们知道 是由这个公元的15世纪 就由这个西蒲人 带过来的 就是说他们是经历了 一个西蒲人 带来一些 灾劫之后 他们成功在那里适应了 令到他们现在的身体上 也带了这些基因 是特别能够抗到 这些由西蒲人 带来的沙门氏菌 所以你会发觉 这个文明的故事 其实也挺丰富的 首先不要说到 1500年之后 那些哥伦布那些人 或者那些航海家来到的故事 是他们之前 和一个甚至更早的时期 他们的文明 曾经如何进行 这些牵制的活动 是我们可以多了 一个基因的资讯来 去量度得到 而且也算是 一个马眼文明 其中一个比较代表性的 一个的位置 去留下来的资讯 可以看到 那相信这种 这种牵制的习惯 就不只是个别部落 是这样的 是会有一个 比较普遍性 他们会在文明认为 就是这些年轻的南丁 就叫做 是上天最喜悦的 但是可能大家听 就算不是说 马眼文明 你如果只是说 这个圣经里面 说的 犹太的文明 本身 还未是 取代用羊 来牵制的时候 都是会说到 就是有个故事 你说可能 说到 要 要 阿巴拉罕 神要他 用到他的儿子 来做牵制 很多时候提到 这些古代故事 都是说 要用南丁的 现在似乎在 另外一个文明 他独立地自己 演化出来的文明 也有这样的现象 所以在人民的研究上 我又觉得 是一个很独特的 值得研究的对象 这个消息 就介绍到这里 我们今周五节的内容 就到这里 我们下星期 就继续有台奖的 波学伸资 拜拜